我预测标普500指数跌破3000点后会进一步下挫至2900水平。上周标指期货一度跌破3000点,但现货却成功守住关口。更值贵结粉式除昌和所谓疫苗在望,其实还是实或未有一片的消息。 把标指炒回3100点水平,似乎标指还未走出3000到3150点的整固区。 不过,今次标指守得住,还是靠一支独售的科技股撑腰?传统股如银行、能源、资源股等表现差强人意。 纽约旗油价格仍受制于40美元。业绩期临近,预期传统行业业绩会非常丑样。 多间企业以Facebook不作政治审查为邮抽广告。 借势削市场推广开支而以,传统企业不振,始终会拖累科技股。 预计3000点关口最终要失手。 跟道指相比,纳指科技股始终受疫情影响较微。 但估值超贵,高追需勇气。 如本蓝两周前分析的两只电子支付股龙头如V和MA。 预测市盈率分别为38和44倍。 绝不便宜,但有读者回应。 为何黄伯不推介近来气势如红的PayPal、PYPL和Square、Square? 两者当然有很高的潜质。 我亦有投资者两只股份。 但要解释一下,他们毕竟不是龙头股。 主要客户是生意额未足够跟V和MA直接合作的中小企业。 PayPal和Square的智性之道,是以每单交易收取较高的策帐,但不设最低收费作招来。 可视,最近中小企受疫情影响较严重。 PayPal和Square为保障自己,拖长了支付吸商户数期,引起不少中小企不满。 说到底,PayPal和MA属龙头股,增长一定较PayPal和Square慢。 Beta较低,适合资本较大的投资者。 PayPal和Square的预测市盈率分别为52倍和390倍。 PayPal创立于第一次科网狂潮,早年从eBay分拆上市。 有往迹,进取中大稳健,Square则是新贵,但高风险高回报。 投资者必须了解风险。